台北市在花博針驗館启动大型疫苗接种站 医护行政引导人员都在身上贴着大张识别纸 民众一目了然 一天两个时段最多可打到一万四千人 有长辈太紧张身体僵硬 不自觉躲针头 护理师耐心安抚 在出动一个人扶住他 阿姨坦率的很可爱 这是她的风险评估 陪伴的女儿说 妈妈本来就超怕打针 但打疫苗倒是没有犹豫 不过其他长辈 有那种坚持不大 有我姑姑 为什么 他就觉得好像感觉没有那么安全 可能会怕 所以他是不管任何厂牌 因为他都待在家里 所以他还想说 他也是好像也不需要 他会怕 我怕怕你先打 其实很多国家发现有民众 有疫苗犹豫的现象 纷纷祭出不同优惠措施 像是美国恶害二州 推出打疫苗 抽百万乐透的活动 只是 他自己觉得不太容易被感染到 所以也会影响到他的医院 最后一个其实是我们现在最感情的 也就是说 随着疫情或的控制 以及这个疫苗越来越充足的时候 人民的选择性变多的时候 他们也发现反而这个疫苗 疫苗犹豫的情况也会增加了 而国卫院医师林玉轩 也从新英格兰期刊的研究看到说 疫苗犹豫者以年轻人比较多 发现有64%没有打疫苗的年轻人 虽然认同打疫苗很重要 但是超过50%的人 不认为自己会感染新冠肺炎 另外日本的研究团队 调查日本人对新冠疫苗的犹豫程度 结果发现和全球相关研究类似 年轻族群的疫苗犹豫比例 是长辈的两倍多 那要怎样的诱因让人打疫苗呢 如果用群体免疫的一个角度 去推动民众的话呢 现在看起来诱因不大 应该是要强调对个人的一个保护力 以及呢对这个经济活动解封 因为这个如果大家打疫苗的 比例不够的时候呢 就不容易解封 不容易解封 大家不容易有工作 这个经济会受影响 现在指挥中心突然开放 18岁以上民众上网登记打疫苗意愿 只是也引发一些质疑 有医生认为 若高风险长辈还没打完 就给年轻人先打 不太合理 而台湾从一开始的施打顺序 就和国外很不同 台湾这个接种的顺序 基本上就是个夹性品单 它夹什么心 夹特权的心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 最需要接种的对象 就是第一类 第六类 第八类 第九类 这几类是我们最需要接种的 那其实应该把这些 就放在最前面 最前面 就一二三四 就好了 那其他的类别 基本上大家都统一一样 因为大家的风险都是一样的 哪个行业不接触人啊 像英国就是让高风险的长辈 按年纪逐一施打 台湾疫苗量不足 又加上疫苗顺位难以扶重 让各行各业不同族群 产生相对剥夺感 争议很难 短时间消除 TVBS新闻 柯盛雄王一杰才会不到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事